其实市场现在很大 需要的演员量很大 但是明星少 所以明星现在还是吃香 所以为什么价钱 尽管现在下来了很多 但是它还是对于制作成本 还是最主要的一块成本 当然我们是希望 用更多的年轻演员了 因为我拍戏原来一直就愿意用年轻演员 但是现在这不行 它市场不干 因为你没明星 它平台或者什么 它不要 或者你卖不出价钱 然后你也会影响热度 影响收视 都会影响 所以就尽量的去用一些知名的演员 但是还是应该给年轻演员一点机会 因为谁也不是上来就出名的 他都是一点一点的去来成长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导演敢用一些年轻演员 还是很有胆量的 但是我觉得也要慎重 因为年轻演员 他确实是年轻 确实是经验不足 所以用的时候也要慎重 他最好是特别贴这个角色 就是说有一个明星 他不太贴 那他演完了也不见得演得好 但是一个不是明星 但是非常贴这个角色 他性格课程各方面都不上贴 观众很相信 那我觉得加上导演的能力 又能够把控住他的表演 我觉得是年轻演员可以用的 嗯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